焦点时代李英聪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莫见到我们的李英聪师傅 Hello 大家好 又回来这个李英聪风水命理节目的时间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8号 上一次就跟大家讲过一传媒 讲过快必的官非的预测 以及英国用了三集的时间去跟大家讲 英国由之前到南京条约 香港割让了给它的发展 以及现在英国的未来动向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个 很多人问我的问题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的 由2019年开始到现在为止 就有这样的社会运动 当然是会和香港的管治 以及一些中国的国安法 各方面的东西产生了一种很大的社会的争拗 很多人都会问 其实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这一件事 又可不可以用一个八字去分析一下 一个的云图呢 这样的情况 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可以的 我们曾经用过香港的八字去分析 用过中国的八字去分析未来的云图 以及香港的八字为何会有这么多争拗的名利原因 今天想跟大家用一个学术研究的角度 想跟大家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八字 纯粹这个节目是和大家做一个学术研究 我在这个节目里 是不会加入任何的政治角度来说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 大家都看过我这么多集的 都有五六十集的节目 全部都是用正统的学理去分析 想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我在研究的过程之中 我亦都觉得是非常有趣味的 如果大家都是有玩过八字的人 亦都可以从我这个节目里 可以学到一些分析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是教八字 就是教开八字的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都暂停了那些班 免得突然间又说眼睛最靓 又不知道可不可一成 其实这些节目 我都是除了拍给观众看之外 我都是拍给我自己的学生看 让他们可以从这些节目里来说 都可以温古资深 大家去细心听听 不要加入任何的政治因素 否则就没有趣味了 有时候我觉得很搞笑的 比如当我预测蔡英文 蔡英文会赢的时候 那些人会觉得我是黄丝黑暴 当我预测特朗普很大机会 有问题的今年 大家又会觉得我是乃共 其实我觉得根本上 你学术研究是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可言 今天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八字 亦都是一个八字命理的研究 希望大家客观一点点 不要什么都政治上身 好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 就是1921年7月23日 1921年7月23日 当然我不去估这个事情 因为都无从估起 因为我还没出生的年代 排了他的六字出来看 新有年 月未月丁害日 吉时 新有月未丁害 这个八字里来说 我们都是用这个日元 这个位置 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立极点 它在五行里面属灵火 那灵火是什么来的呢 在大自然的比喻里面来说 它是一个蜡烛的火 必须要有木来去做它生火的来源 那在五行里面 木有分隔木和月木 隔木就是一棵干柴大树 月木就是湿木 就是花花草草的雪木 这样的情况 那灵火要见到隔木才是漂亮的 大家要记住这一样的 好了 我们看回一个命格的结构 那灵火呢 它是生在这个夏天王 未月呢 7月23号 是贵夏 未月 好了 那见到八字里面 有个月木透出来 那这里我们叫做 害未就叫做 拱了个木器 拱了个木器 好了 然后这个八字呢 连柱这个位置呢 由一柱身有呢 就是我们叫做 甘 甘 去砍个木 好了 在这个结构呢 如果我们是用一个 人命的八字去批这个六字的结构 其实有什么特色呢 假设是一个人 因为印星呢 其实就是代表 一些 学问 代表 有一个稳固的秘印 代表 有一个稳定的机制 这样的情况 OK 即是有一个范围 夸着你 是这样的意思的 而呢 新有这个金呢 去刻这道月木 我们叫做 财破印 财破印呢 代表就是说 不听教 OK 会有一个 不停在这儿 变的现象 因为印星是一个范围 是一个秘印 财破印就是说 里面的东西就会不停变 那 印星都是代表家庭的 家庭会不停在这儿变换 这样的意思 即是说里面的成员 会有变动 而印星代表文化 代表学问 财破印就代表 代表就是 不喜欢读书 即是人命 就这样去想法 好了 如果我们把它站在一个 社团 因为共产党不是国家 你可以把它当作社团 的角度去想 财破印就是说 其实本身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代表里面的人物 那些印星 代表这个团 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只要一碰到 金黑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就会有这个 家庭变动 即是说 那个 社团里面 这个大环境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 动乱的现象 而它的原谷 本身已经是这样 即是说 本身这个团体里面 很容易会出现 家庭内控 即是可以这样去理解 这些事情 家庭内控 我说话要很小心 你明白 家庭内控 好了 但是呢 这个八字里面 它是这样的 它是害味 拱到木 这个味字是木库 木库 木库 木库就圆圆不绝 即是说 这个月木 这个印星 财破印是 黑之不尽的 一度黑又一度黑 一度黑 黑之不尽的情况 但是因为这个 明特的结构来说 不知道是时辰 不见有格木 这个社团 就不是说 十分之漂亮 格局的结构 比较有不稳定的倾向 好了 太原的大运 就无谓说了 我们说一些近期的 大家可能在历史方面来说 都会有所认识的时间点 所以 在中国 在我那个年代 所知道的年代 中国 又在六七十年代 1966年到1976年 这十年的时间来说 有一个非常大的革命 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们可不可以在共产党的八字里面来说 我们可以隐隐而来反应到这件事情呢 非常非常之特别的 因为这个共产党的八字呢 它是逢六字尾的榴莲就转运 五岁转运 好了 六字尾的榴莲就转运 从1966到1976年这十年 刚刚就是庚子大运 庚子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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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破印變動這個印星是否文化方面的革命 財破印這十年 因為丁火一定要靠月木才能夠生進得漂亮 那你走庚子大運破月木的時候 這個格局就低了 而印星在十神裡面也是代表名譽 因為財破印的關係 名譽就會出現受損 所以在這個文化大革命 我不知道六幾年的時候 當時有些人怎樣去評價這個革命的情況 但是聽起來好像很多人都覺得 當時不是一個很好的革命 很多東西都會失去 那就是財破印這個現象 好了 這個指是水來的 我們叫做七殺 七殺是代表開創 代表壓力這樣的現象 就是說這十年大運裡面 其實對於這個社團 都會有一個很不利的意境反應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 當時 當時 在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有所謂江青四人幫 江青四人幫 在這個毛澤東 在1976年去世的時候 那個四人幫就是被清算 被清算 被清算 當時在1977年到1980年 這幾年時間來講 四人幫這個革命的現象被清算 當時的運在哪裏呢 就是剛剛那個新丑的運 這個運 就是新運這五年的時間 1977到1980年 這個新金 就是一個新金黑月木的應期 是不是 這個新字 好了 新丑 和這個越處越味 我們叫做天黑地沖 記不記得我經常跟大家講 我用了很多的例子證明給大家看 就是如果天黑地沖 連住的話 就是代表權力方面會有動盪 那越處是家庭位置 家庭位置 是一個團體裡面 裡面的家庭成員出現動盪 譬如香港八字 香港八字 今年庚子年 就是跟香港八字的越處 天黑地沖 OK 那 越處 是代表香港的家庭 頂五月的家庭 就是說裡面的很多管理的成員 或者裡面的政黨的成員 會有很大的動盪 例如 首先先講選這個議員 因為疫情的關係要暫停一年 那些民主派的議員 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那民建聯各方面的議員 又有被美國制裁 諸如此類 兩方面的事情 這些就是越令那部分的事情 越處 跟這個團體一樣 四人幫 分炒 同一個月尾 天黑地沖 這個運裡面 會有些內亂的現象 家庭內亂 內控內亂這些現象 它又反映到的 你會覺得 將來你們隨便成為一個團體 你記住先找我炸一炸那八字 那些很搞笑 好 接著 再講一些敏感的題目 1989年六四事件 1989年六四事件 是誰 1986年到1995年的任人大運 1989年六四事件 是甚麼流年呢 1989幾次年 是不是 幾次年 OK 好了 看著 那六四運動 都是屬於一個 就是我們叫做 一些人民 有想反政權的動作 對嗎 都是一樣 當然要社會運動 OK 一定會傷害官升 因為在八字命理裡面 官升是代表法制 代表當權者 如果你說 我要反政權 那就是官升會受傷 我們看回 非常特別的 在這個共產黨 這個八字結構來講 這個害字 這個任勢就是政官 就是官升 OK 好了 那害字怕甚麼字呢 就是個字字 因為自害衝 自害衝 好了 而呢 它在走任人運 任人運 人自害 這個三型的現象 人自害 三型 營聰 這個官升 這一年裡面 又有這個六四運動 八九年六四 再再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這個共產黨的八字結構來講 原來你們都可以看到一些事情 即是不一定用中國的八字看 用共產黨的八字 即是只要它所發生的事情 和共產黨的想法是有關 它都隱隱然可以反應到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批命 很多時候是用不同的角度 去共參一件事情 這個準確度就會大一點 這樣的情況 好了 那 跟著 共產黨 什麼時候是一個 我們比較 我們叫做好的發展年代 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是吧 鄧小平改革開放 令到中國就有一個新的氣象 對不對 新的氣象 所以很多人都很尊重鄧小平 當時就是70年代末期 到80年代 開始是越來越好 做得 我們看到共產黨一個八字裡面 看到什麼現象呢 因為燼火日圓 生在夏末夏天尾段 坐著水 金又重 木又受傷 所以這個燼火呢 是 新弱的一個結構來的 是吧 那燼火就一定要有木去生才會漂亮的 我們看它什麼時候行這個木運 還要是行一個有力的木運 其實就是在80年代開始 1986年開始就行一個叫任人運 任人運 人字就是藏甲木 是不是 燼火喜歡建甲木 兵任合木 人害合木 任人和兵害 天合地合 那這個十年運呢 其實就是 大陸在這個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下 越來越好的現象 那就是說 黨員做到事 對不對 好了 但因為1989年 遇到幾次年 就有人字去三刑 所以就有一個 一年的北利動盪的情況 好了 跟著了 到1996到2005這十年 貴卯雲 海卯未匯木局 是不是仍然是非常之不錯 海卯未匯木局新兵火 好了 到最近期了 2006到2015這十年 就是甲慎 那麼 兵火建甲木的格局高了 兵火建甲木格局高了 所以2006到2015 這十年入面來說 就將共產黨這個八字 那個格局提升到最高峰 由2006到2015這十年 好了 前事緣 因為現在已經是2020年了 好了 2020年就行這個運了 幾次運 我們現在將這個運 擺上來這個位置 由2016年到2025 好了 在這個運裡面怎麼看呢 首先有個流失一個現象 2016到2025年 這個月牧 即是這個月牧的應期 售黑的應期 新金黑月牧 我在這個講 我講這個 《壹傳媒》的八字裡面來講 我不停在教大家怎麼看 這個應期的現象 原局有新金黑月牧 大運出現月牧 就應期了 好了 即是財破印了 第二 這個字字 是不是衝這個害子 等同於八九年六四的一樣 好了 所以 你有覺不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 在2016年開始打後 好像多了很多人 對這個共產黨有所不滿的想法 多了這種想法 原因就是因為 各大運由2016年 一入了這個月子運之後 會有財破印和自害衝這個現象 所以就會多了很多人 覺得 即是你現在可能 你上網看到很多人 當然有人贊共產黨 OK 但也很多人批評 好像比之前那十年 2006到2015那十年 是多了很多這些不滿的聲音 就是因為走到這個運裡面 變了官升受衝 這個現象 好了 那這個十年入面來說 要走到2025年 那什麼時候會對這個官升 有最大的問題 好像這個八九六四這樣的問題呢 非常非常之要留心 有兩個留年是要注意的 OK 好了 即是如果有機會 一些中國官員看到這些節目 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命理的參考 OK 好了 今年 2020年 更子年 明年 明年 2021 新丑年 2022 任人年 2023 貴茂年 2024 革慎年 2025 月次年 好 好了 留心了 首先來講 要特別注意一年就是2021 這個留年 新丑 因為這個新金 就是這個新金 大運這個月木 就是這個月木 所以2021年 就是新金黑月木的應期 而地支 就是為了自有醜金局 重裁破孕的現象 而新丑 同月味 天黑地粗 即是說2021年的時候 這個黨員 這個社團 共產黨這個社團 在這個新丑年裡面 可能會有內控的現象 即是我們所講的權鬥的現象 都不出奇 因為這個新丑年 其實就是當時四人幫 被清算那個大運新丑運的縮世版 變成一年 這個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因為用一個社團的八字去這樣批 自己會有應用的 但是大家可能沒有這樣去玩過八字 只是用來批人命 不會懂得將它轉彎去批其他的團體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2021年的新丑年 究竟共產黨裡面 會不會有些內控的現象 不過當然有時候 一些秘密的組織 即是這些大的組織 有些內控的事情 未去到嚴重的事情 我們一般外人 星斗市民 其實未必知道裡面的真相 但是可以這樣去參考 新丑 天黑地衝去月初 2021年 很快到 幾個月後就到了 好了 接著第二個要留心是什麼呢 2023 貴博蓮 大家都經常聽見我在不同的節目裡面 講2023 就是無論在中國 或者在香港的八字裡面 都會看到有一個 權力方面的動盪 很奇怪 在2023年裡面 原來我們在共產黨的八字裡面 看到他犯太歲 是貓又聰 是不是很特別 為何會這麼巧 全部都 中國八字 香港的八字 共產黨的八字 三者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2023年貴博年 也是他害博未會目局的時間 所以這個動盪 相信這個問題不是太重 可能有少少騷動的情況 不是太重 但是最緊要最緊要是2025年了 因為2025年這個月字年 即是他大運的月字的現象突顯 我們叫做伏任 這個月字即是這個月字的突顯 就會衝他這個觀星 所以這個2025年裡面來講 可能會有一些權力動盪 就好像1989年幾次的現象 當然不會一模一樣 OK 可能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在這個2025年月字年 致海聰衝個觀星 即是說這個團體裡面的主權 有所被打動的現象 我們可以留心三個留年 一個是2021 一個是2023 一個是2025 這三個留年 師傅 輪到我都戴回頭盔先 我們這個是學術的問題 的節目 所以我都是從學術去問 1989如果你說到一個這麼重要的情況 當年發生了一個高層次的領導人物就過世 如果是這麼說 如果是這麼說 2025年 總有機會是這樣 有機會 他們是在大運 引導他們 還有2025年是轉隔膠接運 因為2026轉新的大運 是炳五 還有在轉隔膠接運 出現腹淹的嚴重相衝的流年 是特別震蕩 是特別重的那個倍數,很多以前,譬如我們批人命 這樣計算,通常人多數會死在大運裡面的轉角膠接密度 譬如梅艷芳這些都是在轉角膠接密度去死的 所以逢是一個霸誌裡面轉角膠接運 遇上一些凝聰很重的漏年,就會特別有大事發生 所以2025年很快就到了,OK 而你之前曾經的一集說過,就是2025年很有趣的一年 有機會跟對面海吵架的 台灣嘛,2025、2026,就是那兩年 那真是很有趣,真是很亂得很重要的一年 所以這個世界,因為在一個八運轉九運的期間 這段時間,一定是很多動盪的變化 八運轉九運期間一定是很多動盪的變化 所以大家就要好好地保障自己的資產 不過這個就不是國家,這個是一個共產黨的團體 但是我們從這個團體裡面的動盪 我們都可以隱隱然地知道 中國這幾年都會是比較反覆 可能中國的國運型是輕盛的 之前我都說過中國是在走運的 但是走運之中都可以是亂的,你要記住 不是走運就沒有事發生的,你要記住 走運都可以,世界會動亂的 這些時間點就要,我們可以留心一下 可以留心一下,因為有很好的研究價值 特別在明年,辛丑和月柱天黑地沖 月柱就是這個團體裡面的一些核心人物 看看明年有沒有一些核心人物 會有些權鬥、改變、革命這些現象 2023犯太歲,這個團體就會有一點動盪麻煩 但是最嚴重的是這一年,2025年 是直接衝過觀星,代表這個團體裡面的一些 有相當權力的人可能會有災難,2025年 那就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沒有任何政治立場,純粹這八戰 你們如果玩過半年以上的八戰 沒有理由不認同我所說的 師傅先設個淘汰給你 我看到網上很多人很喜歡說你奶共的 不過這個客觀這樣說,我們從學術的研究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變成奶共的 我是從學術這樣說的 其實老實說,在某些方面都看到大陸 其實是這幾年的時間,是真是一個挺好的情況 什麼挺好的情況 挺好的情況,即是開始上升 在一個運裡面看到,就算在共產黨八戰裡面 80年代行三十年木運,生亡的丁火 這一個明顯是好處,之前不是的 在80年代前,全部都是金水運來的 金水運對丁火不利的 是1986年之後,任人運開始,天合地合之後 就是因為鄧小平改革開放 簡單簡單來說,領導有科 然後就越來越好的,明星一直 去到2006到2015這十年,甲神運 丁火建甲木甲局最高的時間 也是去到高峰,頂盛時期 但是去到越智運,要注意 會有一個很大的權力方面的動漲 嗯,過完2025應該就好些了吧 不是,那個權鬥會挺嚴重 2026就走一個丙五運 這個丙五運我們叫做劫財運 如果我們在人命入面來說 人命入面,你行一個很重的劫財運 是代表人事燈,咒燈是非 如果女命行劫財運 男女命行劫財運 通常會出現第三者 就是爭老公,爭老婆這些現象 行劫財運 如果是工作方面來說 就代表會有程咬金 可能搶奪了這些權力職位 令到你升不到職位 那一個社團入面行劫財運 就會有很多權鬥的現象 所以這個10年 2026呢 因為2025是月智年 那2026是甚麼年 就是丙五年 2026就是丙五年 大運丙五,流年又是丙五 那你想想 2025、2026這兩年 哪裏可能會平靜呢 2025月智服任 充官 2026再一次服任 劫財 非常刺激的兩年 2025、2026這兩年 大家拭目以待 就是這樣的情況 今集我們的學術研究員包括 學術研究員包括 OK 大家呢 你想想 教你們怎麼看 麻煩你 給點Like 就太少了 YouTube 上次講完英國 叫我講英國 講完七百千人 看了三百多 就太過分了 英國研究了多久 麻煩你給我Like爆他 那阿Sir 下一集講些甚麼 下一集講些 講其他國家 很多人追問 新加坡 加拿大 其實很悶 我想說 新加坡 加拿大 澳洲 其實沒甚麼好講 其實很平穩 沒甚麼事發生 其實沒甚麼特別 下次也講一下 滿足一下大家 OK 下一集再見 李應聰師傅 拜拜 拜拜 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 的時間 迎光幕 見到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又回來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節目 今天是2020年的 十月七日 之前那幾集跟大家分析過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 共產黨 今天的八字 今次講一些人命的八字 今次想跟大家去研究 這一個警務處處長的八字 也是一樣 我們作為一個學術研究 沒有加入任何的政治立場 因為在研究的八字過程之中 我們很多時候會拿一些藝員 或者是特首 總統 一些出名的人物 我們去研究他們的特質 然後我們從而加強自己的經驗 雖然這些出名的人物 大部分都沒有時辰 但其實在年月日裡面來說 大家都可以能夠感受到 他的氣質各方面的東西 對大家研究八字也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所以大家希望也是一樣 看這個節目 也不要放任何正視眼光去看八字 純粹是一個命理研究 我抽了最近的三屆 包括現在的一哥鄧炳強先生 這個八字 上一屆的一哥盧偉聰先生 這個八字 再前一屆的曾偉雄 即是篤英 就是下面這個八字 三個八字 我由前一屆開始講起 曾偉雄先生 他的八字是冒率年炳神月 淫五日當然不會有時辰 OK 這個八字我們是怎樣拆呢 我們是用淫水這個位置 淫水這個位置 就是代表曾偉雄 在這個八字裡面所存在的立極點 他生在土旺的月份 我是水 在五行裡面來講 土黑水 楊黑楊叫做七煞 這個八字有非常之厲害的七煞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些講股票的節目 我不是經常跟大家講的 如果一個人他要有 如果現在一間公司 他要有領導地位 他要有名氣出名來講 那八字裡面來講 一定會有有力的官殺的現象 我們看到曾偉雄先生 那八字裡面有一個很明顯的七煞 武術、丙臣、武術臣 這些就是七煞 而淫水在大字裡面 我們叫做江河大海 江河大海的十干聖情 最喜歡跟丙火互相輝映 那這個八字裡面的淫水 就跟丙火互相輝映 那這個八字裡面 那個煞這麼重 代表一個人在性格方面來講 是一個有管治才能 但是七煞太重 是會對身邊的人 會形成很大的壓力 七煞太重的人 會對身邊的人 身邊的朋友 會形成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很喜歡會去 對人家指示怎樣怎樣 批評別人這樣的意思 這個八有神出衝 在命理古訣裡面 我們經常都說 神多好憎 率多好斗 神率聰就是一種很喜歡爭拗的人 如果大家可以拿到曾偉雄的照片 去對比 就是他的樣子 殺氣是比較重的 我們對比 盧偉聰 鄧炳強先生 和曾偉雄 這三個人的八字比較 你拿他的照片看看 你會明顯覺得 托鷹的樣子 是殺氣比較重 真的像軍人那種的現象 就是他的八字的殺很重 好了 但是這組八字裡面 現在這個圓裡面 有這麼多的殺 又有火去生土 有什麼缺陷呢 就是這個八字的日緣是比較弱的 OK 日緣是比較弱的 任水 只有神的眉根 不知道他的時辰 但是相信他能夠做到一哥的話 相信他的八字的時辰一定有水的根氣 否則他不夠承擔 他做這個位置 OK 好了 我們看看他的運 都行得不錯 他從1988年開始 30歲開始 就行20年的金運 這20年的金運 我們看到格局 叫做殺孕雙生 殺孕雙生 在這個運裡面 用金去化殺生日主 我們叫做殺孕雙生 代表就是得到貴人老闆的扶持 即是他上司的扶持 而令到他能夠扶搖直上的意思 OK 20年的金運 這20年裡面 是有很多貴人大協住他 他的上司會不停幫他 令到他可以扶搖直上的 好了 然後走到2008到2017 這10年任宿 任水 即是我自己 我坐著個殺 我掌權 這樣的意思 他在這個運裡面 就到了他在警察生涯裡面 最高的位置 警務處署長 即我們俗稱的一哥 這樣的情況 由這個任宿運 好了 他退了下來 2015年之後 退了下來 退了下來之後 他仍然是有發展的 OK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走到貴海運 他任水見害是有強根 有個貴水去合告無討 我們叫做洋印架殺架 走到這個運的時候 叫做洋印架殺架 代表在這個運裡面 還可以掌權 還可以掌權 走到2028這10年 甲子運 我們叫做食神濟殺架 OK 一路都有運行 這個八字裡面來講 除了早年是比較辛苦之外 由三十歲開始打後 其實一直走的運都是走金水運 扶起一個日圓 可以吃都是七殺 七殺代表地位名色 所以可以掌權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八字裡面來講 如果你說批命也是 就是殺重的人來講 很多時候會從事一些無職的行業 無職的行業 香港武將打 無職的行業 就是警務處、警察 這些職位 如果走歪了 就是黑社會 因為七殺是一體兩面 七殺是一體兩面 走歪了 有機會會入到黑社會 走到好的地方會做警察 那些八字裡面來講 就多有威嚴性 那個殺很重 我們跟下一屆的一哥 盧偉聰比較 你就會看到分別 好了 好了 曾偉紅之後 禿英之後 就是到盧偉聰 2015年開始上場了 好了 他是新丑年 幾何月 丙神日出生的 他是丙火日元的 OK 任水喜歡見丙火 丙火喜歡見任水 互相輝映 那盧偉聰這個八字 他是丙火日元的 他生在何月 何月就是任水了 OK 所以他一樣有取貴的現象 但是呢 盧偉聰的八字明顯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年月日三處 是完全沒有一個足夠的根氣 他都相信 他的時辰應該有丙火的根 如果不是他都沒有辦法 可以做到一個一個位置 但是就算他的 他的時處有根也好 因為他坐著吃神 坐著吃神 那些肚子在那裡 洩了他的丙火的力量 自己這個日元 是代表盧偉聰 在這個八戒裡面的立極點來的 日之這個位置 代表他的內心世界 OK 阿托英呢 他自己是坐著裁官的 五日元來講 是藏兵紀 坐著裁官的 代表他是一個勤力的人 但是盧偉聰呢 他坐著吃神 是比較滑的 OK 盧偉聰的性格是比較滑的 沒得抵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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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因為盧偉聰的日元的八字 他沒有跟 廉元日 比較弱 又比較斜 所以呢 他之所以能夠做到一個 一定要有孕姓 就是說 要有貴人 不停在扶持著他 要聽聽話話 他才可以做到 而 所謂命好不如運好 這樣盧偉聰呢 由這個1995年開始 就走這個叫做月未運 這個月目孕姓就是他的貴人 一直走到2005 到2015 這10年隔五運 這20年就是他人生最快樂的20年 因為有他的隔月目 生旺著炳火 其實跟托英好似的 托英在他做警部署處長之前 是走了20年的金運 就是說 你要做處長這個位置 你一定要有人帶來 簡單來說 一定要有人給你機會 你才可以做到 就是這樣解 不是你勤力就可以 一定要有人給你機會 托英就是他做處長之前的20年 就走了20年的金運 就是 懂得 我們叫做 聽聽話話這樣說 不要說奉承 聽聽話話 OK 盧偉聰也一樣 月未隔五二十年 都是走了二十年的印運 所以他能夠扶搖直上 好了 好似的 黃靠通英 他跟著他二十年 就走跪水正觀 走跪水 走跪水 走跪水正觀 他就是這五年裏面 做到他人生在警部署處長裏面 就是警察範圍裏面 最高的職級 就是這五年了 2015年到2019年這五年 就是跪水這五年 非常非常之巧妙 在這個2019年 就是幾何年 2019幾何年 榴槤和大運天黑地沖 雙官黑官 為禍百官 他自己已經是最大的官 在警察來說 雙官黑官就是人反的權力 2019年不是有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 沖他的水 令到他很頭痛 他自己說話容易說錯 因為雙官是由他所生出來的 亦都代表他自己的言行 他自己做些事或說些事 都很容易會令到自己的名聲 是下降了這樣的意思 雙官客官 亦都因為他的官聲受衝 亦都在這個留言裏面 剛剛好就是那個警部署處長 任期就是滿了 而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本來他可以2018年退休 但是因為他要多留他一年 就是方便帶下一屆的一哥 所以他就要逐多一年的合約 去到2019年 就碰到這個天下地沖 就是地會運動 令到他走的時候 都好像不是那麼光彩 好像沒有寬送會 我忘記了 好像是沒有寬送會 在這麼多一哥之中 唯一的酒是沒有寬送會 因為官法受了傷 食傷是由我所生出來的 代表我自己的言行舉止 亦都是代表我的下屬 我的下屬對於我的執法 不滿意這樣的意思 因為這些官聲是代表我的權力 食傷是代表我的下屬 我的下屬打我的權力 即是我的下屬不滿我的意思 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他在2018年乖乖地退休 那2019年這個天黑地沖 就沒有他份了 你明白嗎 所以有時候 色彼白字是否很重要呢 哎呀我還是不要留多一年了 2018年光榮退休 那你就可以開心收入寬送會 過了他平平我二十幾年 舒舒服服的運 現在就可憐了 一哥 即是盧偉聰的八字 明顯不夠曾偉紅 曾偉紅的八字 的薩是出曬乾 是有管治權威 這個我們叫天乾 即是棍林天下的意思 而盧偉聰的薩 就藏在地製 藏在地製 還有那些土 在圍著他 即是說他身邊很多下屬 這些全部都是對他下屬的象徵 這些土 我的下屬對於我的管治權威水 這個字 是很多不滿 土黑水 所以這些八字裏 你做到一個很大的一頭 就會經常被人反 而他自己本身 因為殺不出江 也沒有一個真真正正 棍林天下的氣勢 而家屬自己坐著食箱 這些是不斷地摺走他炳火的陽光的力量 所以亦都在代表他人比較傻 比較傻 那麼 分別就是這裏 現在是新一哥的八字 鄧炳強 鄧炳強的八字就是 月治年出生 又五月幾未日 沒有他的時事 那麼我們看到鄧炳強的八字裏面 他七殺出來了 是嗎 跟曾偉紅一樣 那就是說 在鄧炳強的八字的結構來講 你都會明顯地看到他有個管治的威信 但是大家如果有看他們的介紹 朱宜炳強都會知道鄧炳強小時候 拍過開心鬼 原來做過Cana Fair 演員 演員 演員嗎 那也是Cana Fair 其實鄧炳強的八字裏面來講 其實他應該要拆什麼起用呢 很多人認為他在八字裏面來講 當然是 才知藥薩格 用過木 但是這個 我是不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鄧炳強的八字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 他紀土日元 他生在寺五味的局勢裡面 生在夏天 這個我們叫南方局 南方 火局 氣城一方 這個月木無根 月木的力量會洩在火裡 任水也無根 如果這個八字裏面 是以水木為用的話 這個八字是一個很差的結構 沒什麼理由會做到一般 所以這個八字裏面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坊間 所稱為的一個叫做尊王格 坊間 稱為尊王格 亦都是一個我們叫做 強寡而敵眾 勢在城府中的眾寡論 一個結構來的 即是在這個八字裏面 因為它棄成一方 自然未火局 所以這個火土的力量 是順著它走 即是要走一些木火土的運 就不適宜走水木運 反過來 好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你都要跟事實配才行 事實擺在眼前 鄧炳強就是 2019年11月開始 就是接任了一方的位置 做到現在 他現在就是走這個丁醜運 這十年 好了 這個丁醜就是火土運 如果假設之間 這個八字是以水木為用的話 它又怎麼可能行火土運 做到它人生最高的位置呢 是不是不合邏輯下的事情 是不是 如果你畫出八字的 所以這個八字 其實我們叫做 順其氣勢 即是順火土的命局 這個八字因為以火為主 即是順火的命局 以火為主 以火為主 就可以行木運 因為木可以生旺火 木是代表他的官法 代表管治權威 所以他之前的二十年 二十九歲開始 一九九四年 到二零一三年 二十年來講 就行人貌木運 做警察 一直都是扶搖直上 因為這個木運 是生旺的火 生旺的南方火局 到走到二零一四這十年 然後走一個丁炒 就順其氣勢 火突的氣勢 那就 舒舒服服順順利 這樣 就做到這個一哥 怎樣為之 叫做一個順其氣勢的結構呢 他一定有順其氣勢 就是那個人生的現象 你才可以說 他是什麼從隔 尊王 這樣的情況 就是他的事情 會來得比較 腐鹿 OK 那我當然不是說 鄧炳強做到一哥是腐鹿 我記得是他所得到 即是 得到一些人的外大 警察方面的外大 是有腐鹿的成分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盧偉聰 在二零一九年 這個幾何年 天黑地聰 盧偉聰就接了 最差那段時間 即是社會最差那段時間 頂了大半年 即可能他沒有什麼做過 但他還是要面對群眾去解釋 做得差 因此 十一月之後 鄧炳強上場的時候 鄧炳強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他會看到盧偉聰的不足 他會不會懂得改善 而因為盧偉聰在這段時間裡做得差 他只要不要比盧偉聰 別人就會覺得他做到事了 你明白嗎 這個我們就稱為腐鹿 即是說 如果你假設之間 如果鄧炳強前面那個不是盧偉聰 如果是曾偉聰的話 結果可能不一樣 人家可能覺得鄧炳強做不到的事 也不奇怪 因為曾偉聰的殺蟲 他棍林天下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你都要跟上一屆比較的 即是等同於你拍電影 有做過很多次小浩高湖 你是不是都會跟上一次的小浩高湖比較 哪個好看一些 如果上一屆做得差的 那你新的那個不斷做 你都會覺得 那套戲很好看 如果上一屆是張國榮 你新的一個 每個上場都說不行 例如那套古惑仔 之前鄭伊健做 拍了五六集 收到大紅帶子 之後這個做古惑仔 都覺得不夠鄭伊健好 你會這樣的現象 同樣道理 因為盧偉聰在天黑被沖的時候 遇上社會運動 管治得不好 而那些下屬 那些食商在反他的權力 所以當鄧炳強一上場的時候 他就冷手執過熱天堆 這個情況 我們就是叫做尊旺格 松格的人分的特質 很多時候是會冷手執過熱天堆的 是這一種的現象 就不是把拼回來的 如果那個霸建 用財之虐殺格 用行水埔 就是要自己打回來的 那些才叫做新強勇殺的結構 他人生的現象就是這樣 這個霸建在性格方面 有什麼特質呢 這個霸建裡面 它會了一個滲味火焗 這個我們叫做印星 印星 這三個火焗 這個火焗我們叫做印焗 我們叫做印焗 印星是一個很懂得 辦事的實實 印星是一種學習 為什麼學習和辦事跨歐呢 其實我們學讀書學的 就是在模仿前人的一些經驗 譬如我們做演員 我們看劇本 我們就模仿劇本的角色去做 我們就在讀一些東西 模仿這個角色的現象去做 所以印星重的人來說 是很懂得演戲的 所以很多的一些藝術家 或者一些很多的演員 各八字有不弱的偏印星 這個八字就是偏印在月齡 所以這個八字裡面來講 它本來在性格方面來講 其實就是一些可以懂得 去遷就別人 去講不同說話的人 我們可以見到就是 在這麼多屆一歌裡面來講 鄧炳強先生 他是最懂得社交 你覺得他不是太像一個棍林天下的軍人的感覺 是像社交家的 譬如他可能跟一些民建聯的人的對答 他都很懂得開玩笑 好像什麼 即是說我忘記誰訪問他 就是說 喂 你有多少個腹肌 他說以前六個 現在就一個 然後說有沒有想看 我試一下傳給你 即是 那些東西會令到一些人 會覺得就是 好像一個KOL 那種的感覺 而且他也會 因為他曾經做過演員的關係 他也會 可能和娛樂圈的人 會有飯局 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說 為什麼他做到警察 是因為他跟著成龍 是的 他會懂得去講這些 我們叫做奉承的說話 這是印星重的人裡面的特質 印星重的人 他有這樣的特質 還有 紀土日元是以月貌為桃花星 那桃花星就擺在連署 桃花不是代表吃肉的意思 放在連署裡 就代表對外的人緣 你見到曾偉紅就是連署的七殺 那盧偉聰連署是財星 沒有什麼人緣桃花星 不重的 但是唯獨是 鄧炳強他的七殺 即是他的人緣桃花 放在連署 所以變了就是說 人家好像當他像明星一樣 吹捧 現在鄧炳強好像做了一個警察的明星 這樣的現象 這都是他的八字裡面 顯現到的一些特質 所以鄧炳強這些八字裡面 他最怕是行水運 因為他這個漸味的火焗是很重 他現在行丁炒 十年運是火土運 沒有問題的 跟著再行到五年 五十九到六十四歲 行炳運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行到這個紙運 就要小心了 因為他一行到紙運的時候 就會紙五衝 任水通根於紙 而水火膠節 水火膠節 對到心路血管的疾病 心路血管的疾病 而水火膠節 也有機會有交通意外 這個就是鄧炳強要小心 走到這個紙運 這個五年 即是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 即是二零二九 打後開始要小心 要小心 因為會容易有心路血管的疾病 特別是心臟病 因為五百一月是心臟的意思 OK 要特別留心 現在這十年運都很平安的 因為行行丁炒運 即是順其氣勢 順其氣勢 就很小心的 那你說 因為二零一九年是幾害年 二零一九 就是幾害 二零二零 就是根子 這兩年呢 因為帶著水氣 所以對它來說 大運是好 榴槤不是那麼理想 代表就是說 可能是比較多煩惱的 但是因為它的霸誌裡面 它在走火土運 你走這些水的榴槤 它會擋了 所以壓力不大的 接著去到2022年 就是任人年 走到木地又安全 接著去到2023年 走到貴卯 又是木地 也是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鄧炳強 這叫福氣格局 水木火土順生 水木火土順生 這些是福氣結構 師傅 我假設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就是我看這些紀錄 阿托京做到四年 這是一哥的任期 然後你經常都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就是 你經常都說 2023年有個魔咒 2023年就是 一些管理者方面會有問題 管理者不一定是代表警察 可以是代表管治人物 香港那些高層 不一定是代表警察 但是如果這兩個情況都成立的時候 那鄧炳強先生 他到時 他都是順利的 他2023年就可能是什麼 可能他2023年就是退休 退休不就認驗了落台 退休等於落台 但他沒有問題 他2024年又轉運 他轉秉運 他沒有問題 2026 2026有個問題 都是2026 他千萬不要像盧偉聰 又多教一年伸手就可以了 2026年丙5年就跟他指不重 應驗5字 2026年丙5年 水火膠節豈不是會有心目血管的疾病 但2022年應該退休了 不會做到那麼久 可能他只是個性健康問題 就不關職場問題的事 一般是做4年至5年 他做多年2024年都沒有問題 因為2024是夾十年 夾十年對他來說是一個好的流年 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的一種命格我們叫做福氣結構 水木火土信生 福氣結構 福氣結構一生是很平順 你是很自然而言 就會做到某個位置 冷手撿個熱尖堆 不需要特別找機會去拼搏就可以做得到 還有這個順火土的結構 這個是韌性 韌性是代表貴人 代表貴人 亦都是代表那些叫甚麼 那些叫做後台 後台 後台 這個是代表一個很大的後台 韌性是很大的後台 即是說鄧炳強先生 他背後有很大的後台 back up著他 令到他很自然地可以做到最高警察立即這個位置 因為他的韌性是三個八字之中最強的 即是他的後台是最大的 曾偉紅真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的八字是殺重新弱 全靠運行運運 接著還要走回揚印架煞 要靠自己打拼回來的 盧偉速又性格是弄的 純粹是運行運運 所以一脫掉的運運就 就拜拜了 但是鄧炳強就不是 他原局的印就是非常之重 所以他本來的後台就非常之大 所以他就是一個挺有福氣結構的人 正如師傅之前所說 盧偉聰因為不懂得說命 所以他又要留意到自己是甚麼情況 結果都很漂亮的東西 希望鄧炳強先生看到這條片 我們同事也嘗試把這條片傳給鄧炳強先生 讓他計劃一下將來 這些是福氣結構 這些八字就比較太多土去傷到水 貴氣減少了 這是一些福氣結構的八字 沒有任何個人立場 正結立場的壓下 不用又說甚麼甚麼 以命論命水木火土信生的八字 最辛苦的是曾蔚豪 這麼多個 這個是辛苦的命 這個 即是他真的捱上來 這個是辛苦的命 是 曾蔚豪辛苦的命 這個是福氣的命 是的 這個是比較鬆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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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作為一個分享 太多一哥不說了 再之前那些 即是說回近期的三界 近期的十年裏面的三活一哥 大家可以從他們的相片 的樣子 去對比八字 不要有太多的個人的主觀 即是如果你們真的有 大家有心研究 我知道很多人看過這個節目的人 都是學過熟素 或者玩過八字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見大家就在批命的過程之中 濕入了太多個人的立場 主觀 因此去看一個八字的時候 就不夠客觀 不夠客觀 你就會偏執了 我們去批任何一條命 都是要將自己抽身 抽身 作為一個外人去看他們的結構 不要下下擺個人的立場 所以希望大家看這個節目 都不要太多個人的立場 即是你可以有自己的立場 但是看八字的時候 你就要沒有自己的立場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 差不多了 OK 那下一集我們再請教練總事 下一集看看有什麼話說 OK 大家見面 好 拜拜